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贺兰山体育场 银川市绿化二处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体育场外围景观营造工作 在体育场西门平台广场中心树立着一个造型逼真,色彩艳丽的巨大花篮 银川市绿化二处管理科副科长方明告诉记者 这个花篮造型体现的就是用丰收的果实向六十大庆献礼 今年我们银川市绿化二处围绕着这个贺兰山体育场的四个大门 做了四组不同的造型 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体育场的西大门 用的是一个花篮,它的总高是九米五 下方的这个花坛是24米的直径 主要采用的是颜色比较亮的万寿菊和机关花 来衬托这个浓烈的大庆氛围 方明介绍,在体育场另外三个大门口 分别有不同造型和寓意的绿雕或花艺作品 从不同的角度向六十大庆献礼 北大门我们用的是六面红旗组成的一个红旗飘飘的一组大型的绿雕 下面也围绕着桑贝斯凤仙 一类品种比较新颖的草花 我们的南大门用的是一组从小到大 在从大带到小的六十大庆的logo组成的一个花袋 景色也非常的好 我们的东大门用的是一组青花瓷的花盆 促成了一种中国风比较浓烈的一组造型 据了解,林业工作人员还将通过技术手段严格控制花期 确保六十大庆期间和国庆期间 市民们可以看到层次分明 美丽万方的花艺美景 我们的花卉展板工作在九月十五号前全部结束 九月十五号之后在大庆期间 我们也非常希望市民能够来到这个荷兰山体育场周围 来感受一下我们银川市林业局 为大庆带来的这个浓烈的氛围营造 我们在一起的浓烈的氛围营造